七土马东处处是山也处处是宝 集结大家的力量 社区居民用古法搭建了这间竹椅亭 让路过的民众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这也是集合地点 社区发展协会要带居民 登上大牛仇步道顶端 眺望和平岛以及台北101 就是回忆之前割道的时候 吃挂串的饭 大家哭在铲头还是站在铲卵 整个菜一道汤 整个铲卵 整个铲卵就吃了 今天就是我们就让春节 因为这个家庭又是过年的时候 这乡亲十专 大家回忆之前 这大家都做了 回忆之前做了的那种心情 大家虽然是好来天气不好 但是大家都很荣誉在参加 非常感谢我们乡亲十专 虽然出发时下着雨 但都没有交习居民的热情 议长也特别到场鼓励大家 多运动身体才会健康 今天一大早 我们马东社区的所有乡亲 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就一起来参加践行的活动 我想走出健康走出快乐 才会让每一天生活的更有朝气 更有活力 希望我们每个市民朋友 多多利用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大家不用上班休息的时间 多多到我们基隆美丽的山区 美丽的海边 大家来慢走 大家来践行 让我们基隆市是一个有运动气息 健康活力有朝气的城市 灯完山还有趣味游戏 少年级的爷爷奶奶完成一团 大家都笑翻了 可以说也是集合社区的一些邻居力 让这些乡亲大家可以来背我们这个大牛丑步道 有个人根本就从来都没有爬过 我们就今天有这个天气 虽然说刚才有落后 但是背到上面宫顶 还可以看到101 然后看到那个贵山岛那边 都可以看得到基隆市 所以说今天很欢迎 也很欢迎说我们全基隆市的市民 有机会带来我们这里 马东社区处处是美景 社区发展协会方面也向中央争取经费 邀请市民朋友来马东一游 看风景 畅游农场 让大家感受到地方的热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